這有點不瓦呢 這個不是一兜耶 不一樣的 很兇耶 很兇哦 耶,我們的戰術大成功 大家早 社長今天起了一個大早 很早很早就對了 現在目前 還沒有七點 社長已經到了釣場了 這個地方 我覺得不錯 最重要是什麼 沒補的人 我覺得很輕鬆 我很喜歡釣那種沒補的人 現在七月 沒補的人 我們要去找老闆看一看 有人在嗎 嗨小狗 有人在嗎 有人在嗎 老闆你好 你好 你是老闆喔 歡迎 這個地方很輕優勒 對啊 你們這邊是給人家釣魚的釣魚池嗎 對啊 有開放啦 對啦 因為我看到外面寫 台中 休閒釣魚池 休閒釣魚池喔 對對對 那你這邊怎麼收費 釣魚池150 一天才150 裡面現在目前有什麼魚種 比較多就是烏鍋魚 還有烏鍋魚 還有烏鍋魚 還有台魚 還有草魚 還有烏鍋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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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池 這麼多魚喔 裡面現在目前有差不多2600條 2600條 我覺得你這邊好像早上都曬不到太陽 這邊 剛好這邊是山這邊 這邊這邊是山 下午那邊釣 那邊就釣魚 是嗎 早上這邊可以釣到幾點 釣到差不多10點過後 10點過後 都不會曬到太陽 對 下午就過去那邊 那邊有睡就不會了 好 來這邊釣魚 他們都有帶傘比較多 這魚 魚體 福壽魚最大的魚體有多大 這邊一些最大裡有一條 九斤的 怪物就對了 對 如果今天把那隻釣起來的話 要不要招到 你要不要招到 我要拿那隻來招到 我只是拉到後 弄弄 就算一斷一斷 就算一斷一斷 來來去看看 今天有誰 燈不起來嗎 好 那我們下裝備好了 好 150塊是嗎 來送給你 沒關係啦等一下 等一下再一次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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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小鮮 滑 老人 嗯 我很喜歡 Devon joined hug 喔 緣豆老 開心 又包藏了 不是有錢,要找找到沒人的地方 你看這個嗎? 登上衛冕者寶座 我不能在這個台上面釣魚 有一種明星的感覺 我剛才看了一下 好像也是很多小魚喔 會有魚草 所以我決定今天一樣用我們的方法 大鵬 絲腳 四五號以上 我是覺得這樣比較有希望 這一包粉呢 做好了還沒取名字 小幫手有說 你每次都用三號絲腳 所以這一包想要取名叫做 顏七幼兒傘泡 三號絲腳 這樣可以嗎? 用嘴巴釣三號絲腳 一樣照吃啦 一樣比例大約是2比1 可是我比較會抓 所以我自己知道 我們這個散泡三號絲腳呢 就是 你越捏會越黏 但是你不要加那麼多水的話 它就是鬆鬆的 就靠你自己 就看你自己喔 要釣什麼樣的感覺 如果小魚多的時候 我建議是 捏緊一點 捏越緊的話 它就 越黏 這個就可以直接到達底層 多釣小魚 我就是這樣釣到大圍魚的 齁 那如果你是 沒有小魚的話 就把它捏一下就好 這樣子 這樣就好了 這下去就閃了 你看 有沒有 下去就閃了 目前進行調標 今天選擇的是 三隻一百的浮標 我選擇最重的 因為 感覺會有小魚 所以 讓它快速成比 就比較好 我打算調七木 好 好啦 浮標調好了 介紹一下釣組 台灣的釣魚 裸樹竿 八號母線 五號紫線 很少人會這樣綁 因為 我就是要釣大的就對了 耳滴桿 耳滴溝 上耳滴字 空盤子 來 試試看 看看滴桿 我最期待滴桿會掉到什麼 我最期待滴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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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冥澤寶座太高了 我忘記拿到撈網 我最期待滴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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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一體 一斤半左右 但是 很有拉力 所以我們這種 這副小牛的方法是對的 我要大一點 再次登上 你覺得彼此跳舞有這種感覺 我們的市主林麥洛來了 他說社長這邊地方很輕優 但是呢 不舒服 喔 蜜淨 你看這裡是晒不到太陽 不舒服 但是我覺得釣了幾竿下來以後呢 很難對付 因為現在小魚太多了 為什麼每個市場都要小魚 因為繁殖期喔 過了小魚就出來了 已經長大了 開始牆了 開始到 小心牌啦 我以為是自己裡面水源的 不是 每當四五六月的時候 是福壽魚的繁殖期 現在是八九十月 現在已經大到這樣 開始到 會手禮啊 所有的磁場都面臨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怎麼解決 用這個 還有呢 隻腳要中標 短 指針比較短 嗯 我今天用長的難告釣不到 等一下你釣釣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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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喔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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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喔 終於啊 終於 今天釣到這個就覺得很大尾 放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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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no 是 i 你比較喜歡吃鹽烤嗎? 你比較喜歡吃鹽烤? 還可以 好 社長種一味紅尼羅 OK 你這裡比較出名的料理是什麼? 你要用烘的還是用蒸的? 烘的還是用蒸? 用烘的好了 烘的比較好吃 好 好 連釣三尾 這算大的 這麼多小魚你還要辦法閃過 我覺得 你是怎麼弄的? 來來來來 試試一下 怎麼弄的? 大鵝釣大魚 我看 這不是我們一般只能打一刀 這個鵝像籃球那麼大 為什麼會? 你是怎麼樣弄的? 我們下去的時候它會有霧化 對不對 然後小魚會來追鵝 它就是吃上面的屑屑 霧化的屑屑 然後我們的竹鵝就可以 順利地沈到水底 攻擊我們要的目標魚就是大的浮重 比型比較大的浮重 比型比較大的浮重 跟社長的策略差不多 我也是這樣 成功 我是用比較硬的耳 讓它沉到底下 讓它稍微有一點溶解的時候 大魚再來吃 這個方法也不錯 看一下我們下水之後的霧化 有沒有 小魚來搶 就是 留霧化的那個耳屑給小魚搶 比較到底的 到底的 到底的之後就可以看 抓那個大魚的訊號 到底就不會來亂了 也是紅迷鑼 很兇耶 很兇喔 耶 成功 耶 我們的戰術大成功 黑魚 這個很厲害 生意 其實很兇雜 這樣 有進行 我沒有 … … 為什麼 裡面 我沒被 跟著 總體 我… 我們 好啦 我們釣完啦 感謝我們的脈絡 謝謝 有幫大家介紹一個休閒的釣魚地方喔 老闆你講一下 你們這裡叫什麼名字 鄭重介紹一下 我們這邊是台中休閒釣魚池 你這邊怎麼收費 收費的話我們是一天是150 一天是150 那我們這一次的料理 這樣子兩盤 聽說你是三盤 一二三 料理費都可以收100塊嗎 這樣子便宜喔 如果來這邊釣魚 要來這邊吃魚就可以喔 這個是社長釣的 紅色 胡鍋魚 紅衣螺 這裡也是你釣的 這裡也是你釣的 這道料理很特別 老闆這家料理有什麼 你叫什麼料理 清蒸啊 清蒸嗎 明天那是 那是 陰詩仔 陰詩仔 再來酒店茶 陰詩仔 清蒸喔 這又不一樣 其實社長很喜歡吃無鍋魚 我對無鍋魚要求很高 尤其這個三圈是什麼 好吃 你放給我 謝謝麥樂樂幫我介紹這個 是我的 就是私密集點之一 我們再慢慢跟他挖 好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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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一點一點挖那個 那個屈打成招啊 跟他好像半人一樣挖 你再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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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讓我來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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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